嘿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久坐的神器 一围的一个撑腰座 这款产品我已经使用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今天就给大家来讲讲我真实的使用感受 视频的最后我会给大家抽一款 我目前正在使用的这款一围的撑腰座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这款撑腰座拿到手就看起来还是蛮简单的 就不就是一个像椅子一样的这种靠垫吗 就当仔细一看 就发现其实小小的坐垫里面也带有学问 整个构造就是一体成型的 结构框架使用的是那种类似于工程塑料的材质 坐垫的部分是这种软软的这种蜂巢棉 有弹性的材质 背部的镂空和坐垫的一个蜂巢设计 让整个垫子的一个透气性还不错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 长时间坐也没有任何不适感 不过我是在空调间使用的 如果真的是房间内很热的话 建议直接坐在地上最凉快 垫子是可以单独拆解下来的 方便清洗 这块坐垫最大的核心功能 就是背部的档位调节 其实我拿到的这个是最新款的 可以有五档的一个调节 调节非常的方便 单手就可以轻松的切换支撑角度 比如我们平时坐在椅子上工作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稍微靠前的一个直角的位置 休息的时候就可以使用靠后的一个位置 撑腰座可以通过调整 很紧的顶着你的腰椎来打到对腰椎的一个保护 比我之前使用的那种价格便宜的人体工程椅 感觉要好很多 就是说到这个人体工程椅了 有很多朋友会纠结到底是买这种人体工程椅 还是这种护腰坐垫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的预算是在1000元以上的话 可以挑一个差不多的人体工程椅 其他的情况考虑到护腰就可以考虑一下这款产品 反正现在网购都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货 这款坐垫的优点就是很便携 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 比如各种的椅子沙发 甚至可以在车里面使用 不过以为是有专门的汽车坐垫 我以前开车时间久了 腰就会很疼 如果当时有一款护腰产品 应该会好很多 这款坐垫的结构很牢固 官方说是能支撑200斤 我现在有190斤左右 用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作为一个经常要在电脑面前工作的一个中年大叔 保护自己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老一辈人也说过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特别是这两年做自媒体以后 眼睛颈椎腰都成了容易受伤的关键位置 眼睛我自己是深有体会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一直在使用的高纳的防蓝光眼镜 就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保护眼镜的产品 当时觉得一个眼镜要四五百 就觉得好贵的 不过时间久了就两年用下来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静椎其实这两年我也有经常感觉到我不舒服 经常脖子一晃就是感觉里面嘎梦嘎梦的响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让屏幕和眼睛的平视 如果有预算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那种升降桌 对于腰椎的保护说实话我自己就腰椎感觉还好 很少有腰疼的现象 我不能说因为给这款产品做了评测就说我腰疼 用了就不疼了 不过他使用这款一围的撑腰做的这段时间 一定程度上也能明显的感觉到纠正了我的一个坐姿 腰和静椎都有了一定的一个改善 而且这个给腰的支撑力确实很强 顶得我很舒服 我认为对于一些腰有问题 或者是想要预防出现腰肌劳损的小伙伴来说 这款产品还是很值得一试的 当然这款产品其实也有缺点 这个放在椅子上就增加了椅子的一个厚度 比如我现在的办公室的桌子和椅子之间的高度 差本来就很低 椅子也不能调整高度 如果再加上这个坐垫 就在办公桌上干活就不太方便 我只有使用那种可以升降的椅子 把椅子调到最低才比较舒服 最后给一些经常需要做的工作的小伙伴一些建议 使用各种防护产品的预防措施 都不如你主动的保护眼睛 颈椎和腰的习惯来得更好 比如不要经常做工作一段时间 主动的起身去休息 多注意锻炼和领食健康生活 视频的最后呢 给大家来抽出这款价值500多的一个 做点一个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全平台的视频留言即可 我会在一个月内抽出这款前面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